大家好,我是布典,然后上一集拍那里 老婆,老婆,受不了的老婆 大家好,我是布典,昨天晚上拍完那个 乌兹,不不不不,后海湾 但是那个晚上海滩没开,我总觉得没有拍完 好像缺了一点后海湾的主题啊 所以早上我看海滩开了,又赶快跑来补上海滩这边的 这个拍摄 现在这边,绝大多数人都没戴口罩啊,这边疫情控制的很好 你们看到那匹白马 昨天晚上的白马现在在上班 然后,这个后海湾其实原本就是一个渔村 那主要是旁边有个乌兹岛,变成一个旅游小岛了 然后码头就在这个海滩的背面 然后把这个地方给炒起来了 当然这个本身也不错啊 好,我这一集我也是尝试的不剪看看 但不会那么长的这一集 我个人是不会冲浪的,我只会滑雪 看起来是挺难的 因为我发现到能站起来的没有几个 然后晚上的时候,这边就变成放烟火 我有拍一些夜景 我一样,街道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酒吧 左边这边酒吧 晚上大家在那边喝酒 发现到山亚外国人还挺多的 尤其是在全球疫情的情况下 居然还有很多老外在这 不简单 哎,有一个站起来了 看到没有 倒了 哎,那个女的站起来了 哎,倒了 挺难的 看见站起来没几个 哎,又一个站起来了 又下去了 哎,我发现到这里的海滩 台湾跟那个 台湾的那个 不太一样 台湾海 海滩有那种很浓的那种 也说很浓也可以 说淡也可以 想起来就有一种海产的味道 海鲜的味道 海草的味道 我发现到山亚或是海南都没有了 吹过来的风就是风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海的味道 那里有卖冰 我等一下就买一个冰尺 不是 有 蚑绳 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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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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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松上来了 走太近了 人挺多的 滑雪最累的就是穿鞋 脱鞋穿鞋的动作 不好在啊 他们必须要冲浪不用换鞋 这一半有专家 要较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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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黃柏雪糕 白雪糕 奶油雪糕 巧克力雪糕 黃柏雪糕 我送了大家拍摄 黃柏雪糕 奶油雪糕 巧克力雪糕 黃柏雪糕 白雪糕 奶油雪糕 小巧克力雪糕 胡 白雪糕 奶油雪糕 小巧克力雪糕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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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看看ás 再下去 我感觉能站起来就不错 他看到我在滑就大绳 那个带帆的 其实这里 这边 到底就到头了不是很大 没有说特别大 而且这看着算 这边疫情控制得很好 就是 戴口罩的人都不多了 而且 也没有居然强迫说什么 一定要戴上口罩之类的 我进南山亚之前 都得做完核酸 过了之后才可以放行 帅不帅帅哥 好吃啊 这个 抗忧郁